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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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介紹什麼是相對次數頻率 的這種機率的理論 簡單來說它就是說 我要定義一個事件出現的機率的話 我要進行N次的隨機實驗 然後看看這個事件A呢 它發生了多少次 所以呢假設在N次的試驗裡頭 A事件發生了K次 那它的相對次數或是相對頻率呢 就是K除以N N分之K 那因此我們就定義這個事件 A發生的機率就是N分之K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P of A呢 就等於N分之K 那當然當我們N很小的時候 我們用這樣子來定義 定義這個A事件發生的機率的話 可能不是很準確 因此呢我們希望我們試驗次數N呢 越大越好 當這個N呢 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這個N分之K就會趨於穩定 那如果我們用這種方式來定義機率的話 那一般來講我們這個N一定要夠大才可以 那用這種方式來定義機率 我們就是所謂的相對次數機率的一個理論 舉例而言我們剛剛講過丟骰子 我們植一顆骰子可能出現的點數 就是我們這個實驗的可能的樣本空間 那我們知道一個骰子有六個面 它可能出現的點數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那根據古典機率理論 這每個點數出現的機率是一樣的 都是六分之一 但是如果根據相對頻率的理論 或相對機率理論的話 那我們就要由實驗來決定 到底這六個點數出現的機會是不是一樣 所以理論上我們就要丟骰子很多次 然後去觀察各個點數出現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這就是五點機率理論 跟相對的這個頻率的這個理論 不一樣的地方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過 用這樣的方式來定義機率的話 我們這個實驗的進行的次數一定要夠大 也就是我們的分母N一定要夠大 那所以如果我們要用丟骰子來做例子的話 那這個骰子丟直的次數一定要夠大 可能要一千次甚至一萬次或甚至更大 從這樣多的一個次數的實驗裡頭 我們所觀察到的這個事件出現的機率 才是能夠真正反映它實際發生的機會 所以以丟骰子而言 我們可能就要把一個骰子丟了一萬次 兩萬次或甚至更多 然後去記錄每一個點數它出現的次數 然後把這個出現的次數除以我們丟直的次數 那就是每一個點數出現的機率 那在歷史上有沒有人做過這樣的事情呢 事實上是有的 那我們現在用一個例子來說明 那就是輪盤 在這張slide裡頭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平常我們在電影裡頭 常常看到的就是外國人 他們在賭場裡頭賭博的這個輪盤 那輪盤上面有不同的數字 那每個數字有時候會有不同的顏色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黑色 紅色跟綠色 然後這個圖片裡頭還有一個小白球 那當這個小白球掉在這個輪盤裡頭的號碼 那就決定了這一次輪盤的這個結果 輪盤是一個賭場常見的一種博彩的遊戲 那法文是rolet 它的意思就是小圓輪的意思 一般來講這個輪盤會有37或38個數字 然後輪盤會轉動之後呢 由莊家來負責打珠 然後珠子會在輪盤裡頭滾動 最後停在哪一格的數字就是那一次的得獎號碼 那因為輪盤的數字呢 有三個顏色 通常有綠色 紅色跟黑色 那綠色的部分就是莊家通式的部分 所以這就是確保莊家呢 他不會虧本的一種方式 那但是絕大部分的數字是黑色或者是紅色 而且這兩個顏色會互相間隔 而且它的排列並沒有按照順序 那不管是美式輪盤有38個數字 或者是歐式的輪盤有37個數字 基本上它都是從1排到36 然後綠色的號碼會是0號和00號 所以如果落在0號和00號的話 那就代表所有的玩家都輸了 那就是由莊家通吃 那但是36個號碼1到36裡頭 一定有一半是紅色的一半是黑色的 所以理論上如果我們只看顏色 然後不考慮綠色的話 那這個黑色跟紅色號碼出現的次數 是不是一樣的呢 那因為他們都有18格子 那總共有36個號碼 所以如果根據我們古典機率理論的話 只要這個輪盤本身沒有作假 那似乎紅色的號碼或黑色號碼出現的機會 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應該是1分之1 但是在1892年 英國統計學家卡爾皮爾森 是我們在上一次的課程裡也提到過他 他就收集了摩納哥賭場輪盤 一個月的得獎號碼 在16019個號碼當中 如果紅色跟黑色的號碼出現的幾率是一樣 那麼紅色號碼出現的次數應該是809或8010 可是呢 根據報紙上所公布的一個得獎號碼 卡爾皮爾森發現 實際上 在這16019次的這個實驗當中 觀察到的紅色號碼出現的次數是8053次 也就是事實上是50.27% 並不是我們所想像中的50% 所以如果我們根據古典幾率理論的話 那紅色號碼出現的機會應該是1分之1 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是根據所謂相對次數 這個或相對頻率理論來定義幾率的話 那紅色號碼出現的機會就應該是50.27% 而不是50% 那這就是兩種幾率學派 它在定義幾率裡頭不一樣的地方 那就是超級低的地方 那麼記錄了 那就是我們在這裡 在職業中的一段時間 覺得想像實在是不一樣的 中間的一段時間 這樣就這樣看一段時間